民眾出國前都習慣到銀行兌換外幣 不過換鈔票可得注意上頭有沒有無損 所以讓他很近才看得出來 林先生出示鈔票 右上角有個小小的藍色橫印 原來他二月十二號到銀行 換了八千元的人民幣 前往中國廣西 十九號回臺灣後 回到原本兌換的銀行 想將一千七百元人民幣換回新台幣 但因為沒帶水單收據 加上鈔票有無損 被行員告知得再付五十元手續費 林先生強調兌換人民幣後就沒再使用過 懷疑鈔票一開始就有無損 百分之百確定那一張就是 他那個臺灣銀行兌換給我的 我在中國大陸地區 或者是臺灣或其他地方 沒有從其他地方兌換過 那個人民幣 對此銀行表示 因為銀行只負責代售和代收外幣 只要有污損規定 也比新台幣還嚴格 收五十元手續費 也是按照規定辦理 但銀行也說 即使沒帶水單收據 一樣會提供兌換服務 並以驗鈔機檢視 防止有心人士兌換未鈔 提醒民眾兌換貨幣時 一定要當面檢查點收 避免類似爭議發生 三地心五 黃龜 陳紫陽 宜蘭報導 請問一下